安省小學教師聯會發表聲明 將會於今個月26日開始案章工作 行動是針對教育廳和教育局行政工作 學生不會受到影響 何家碧的報道 安省小學教師聯會聲明中指出 今日起召開一系列地方會議 為今個月26日案章工作作準備 案章工作期間工會成員 不會參與有關教育廳或者教育局的行政工作 不過不會對學生造成影響 公會主席表示目的是向散府施壓 要他們在準備好應對公會真正關注項目的情況下進行談判 其中包括為特殊需要學生提供更好支援 維持幼稚園項目、減低校園暴力等等 教育廳長來次發表聲明 對公會的決定感到失望 散府在談判的過程中提出合理和更廣闊條件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學生繼續留在課堂 來次強調他的談判隊伍 隨時準備進行無間斷談判 來達成協議 代表8萬3千個公立小學教師 代課老師和教育專業人員的安省小學教師聯會 上星期宣布和散府在調停人的協助下 進行的談判不成功 公會可以在今月25日發動合法罷工 另外同樣與省府談判不成功的安省中學教師聯盟 今月18日可以發動合法罷工 不過雙方已經同意明天返回談判卓 至於省內應與天主教教師 早前亦以9成7票數通過罷工議員 我們來結束 今天 我們來結束